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命这个也是多有 先治呗 治不了再轮回一次嘛 不怕的啊 不怕 自己一口气的就吓唬自己人 是 医院医生也吓唬我们 不是 自己平时没有事说得自己想 有点事就更自己想 感想 活在人道嘛 就是心对人道的事情耿耿于怀 人道太多是救得你的心紧紧的 而是人道的 成败多事等等 那样就很恐惧生死 死亡 但是一旦有个休息 他开始旁观人道的时候 对这个肉体就看清了 就慢慢对生死也看得没那么 就纠结了 就会坦然的面对这个死亡这件事 反正主要是迟早的问题 是吧 主要是亲情 放不下呀 不是亲情 不是 是 你对这个世界太执着了 太矫正了 活在人道里 有人的象征 人是什么样的 我是什么样的 我要死亡 别死没问题 别死 个哪天就忘了 自己不能 自己死亡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但是佛说六根六层六层都是我们嘛 但是这件事 为什么六层发生的事 你就觉得不重要 六根发生的事就很重要 因为你是把六根当成自己的 所以你只学取了三分之一当成自己 这本事就颠倒 没想到这是个错觉 这是个无名导致的 你不是 你是全部 但是我们理解不了 怎么他们也是我呢 因为你着想的时候 他们就不是你 知道吧 是你破完所有象才能达到这个阶级 你着想的时候 他就是他 你就是你 你怎么能 你们把臂子还打不到一概 就不会有关系的 但是他就是在影响你 众生就是互相影响 有贡验嘛 但是着想的时候 你就是你 他就是你 但破了像的时候 更诚实确实 但这个大家在有着想的心 听 就因为你心里想 我怎么是那个东西呢 是吧 好的还行说 是个佛 个菩萨行 我是个地狱道主持 我是个鬼道主持 我是个大便 我是个垃圾 我是个水果 这个就不能接受 是吧 一切都是 因为你有这些像嘛 你有大便的像 有水果像 有垃圾的像 有猫的像 有狗的像 有地狱的像 有地狱的像 有畜生的像 佛说 所有的像都非像 诸像非像嘛 若解诸像非像 解诸如来 什么叫诸像非像 你认为的那些像 不是那些像 不是你认为的那样 塞子不是你认为的这样的 你认为你是个猫 马上头里边有只长着四条腿的猫像 是吧 不是说 所有的像看着有差别像 其实在本质上都是空性的 但是你对空性不了解 所以了解不了这些是宇宙实像嘛 生命实像 所以这区要修正 通过定态来了解 通过一个状态来了解 定态 现在我们的状态叫散乱状态 叫着像状态 通过打坐 敲呼吸 然后绝而不动 可以进入另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就可以了解佛说的境界 而佛说的那个境界 让你突然从生死路回就解脱出来 觉醒了 当你觉醒了 再回到这个世界 就进入了无效的境界 知道吧 你就无畏了 不怕了 啥也不怕了 所以这是一个方法 就是你现在 这个不是很难的啊 你现在是个散乱状态 这个很难的 你知道 你是个散乱状态嘛 你要很散乱 你要不停的散乱 你要不停的动 这个很累的哦 但是我们养成习惯了 好像动得不累 动得很累啊 你不停的动啊 不停的动 不停的在随着它改变啊 这里 但生生世世 我们被着想被进转 所以我们养成这个习气 觉得这个说着习气不累 反而啥也不想累 这啥也不想坐在那儿 啥也不想不累 只是你腻了习气 你的习气是动 所以回来需要点时间嘛 而不动 身心不动更容易看清实相 佛说 就像有个海 你波浪修游的时候 你看不起海底嘛 水平面浸下来 你就看清海底了 你不动的时候 就能看清 原来你不是这个六根 原来你看东西的时候 你的能见的 所见的东西是一 是裂起来的 它不是诸相非相 你能见的 能见的是 就跟所见的 是你的认知 认为它是那样的 不是说诸相没相啊 非相 不是你认为的那样的 它不是你认为的那个相 知道 不是个佛相 所有的东西 一抹 啥也没了 没有 诸相没相 这个就叫断面空 这个就是偏空啊 啥也没有了 是吧 所以修到最后 就这样 就是说 一切都在这儿 宇宙万法还在这儿 等你觉醒以后 宇宙万法是没有任何东西影响你 你的世界清净无染 活在了空心 这就叫活在空心 宇宙万法 一切因果都在哪儿 因缘具足都在哪儿 没有东西影响你 现在你为什么坐在这儿痛苦不堪呢 宇宙一切都在影响你 你像个钻石坐在这儿 你有无量面 就是那个钻石切割 有很多 每一个面都在录制这个世界的东西 都在反射着 你再不停地收影响你以为你坐在这儿不收影响 所以你鼻子也坐在坐垫上也受这个世界影响 地球的引力在影响你太空太阳所有的一切都在影响 你的气脉植物流度随着氧化 这个与地球和太阳有关系你知道吗 不是你想这样的啊 你受宇宙一切的影响 对吧 如果没有地球的引力没有太阳没有月球 我们是个什么样的这个肉体 是吧 不是现在这样 你再受影响 修行的目的是到最后不受影响 你在时空里边游荡 没有东西能影响你 什么东西就撬出互联网了 你就 夜晚也找不见你了 没有东西可以影响你 你叫自在 这个六根也拘不住你 这个肉体拘不住你 你可以解脱 知道 神通自在 你可以变成一切想 法力无边 这才叫修行的最高 修到这个程度 这是可以的 所以 要修 继续修 继续修 我就说 今年 今年大家改习气 修禅地 空性这些再听 但是从听闻开始 是这个 就是把习气改了 因为习气 没有习气你就 有的人说 我这么善良 我在这个世界出去被骗了怎么办 不是吧 万一被坏人害了怎么办 如果你的心向中没有习气 没有地狱 就没有地狱的境界 没有地狱的境界 你就 你的见闻觉知就看不见被伤害的事情 除非故业 故业是 这个世界还会有战争啊 文艺啊 或者等等 那是故业 但你的世界清净无人 光改了习气就可以 你最起码 你的身体里面没有地狱的 你就不会生不如死 你就没有地狱的境界知道 你的世界里面就 就没有那一道 然后你的休息会很受理 生活会很愉快 你可以 没钱 你可以失恋 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 好像活得 什么都不如别人 但你很快乐 知道吧 因为你没有吸气 就这么简单 没有恶喜 他就吃麦芽 这些吸气 改了 你活得很开心 现在你又有一切 你不开心 吸气太重 你以为是执着着想了 为什么要着想了 有吸气嘛 怪醒 怪醒 随心所欲 有习惯了 随心所欲 会很快乐 小孩子玩游戏很快乐 那是欲望啊 是吧 自己不想做的很不开心啊 大家都承认啊 不是啊 一辈子都这样 你要不修行 一辈子都是随着吸气去做事 就算你修行都是你的吸气 你喜欢修行 这就是大家说 要了名 要了亲 要了利 然后还要修行 是吧 吸气 就像我喜欢打坐 所以当年就打坐了 不是有什么伟大的使命力 使命感 没有 就是喜欢 喜欢听凡辈 喜欢佛像 家里放了一大堆佛像 喜欢打坐 所以在坐垫上呆着 不想出去 喜欢闭关 所以不想出来 是吧 都是喜气毛病啊 你以为是什么 你以为开始是死命啊 这是喜气 所以当你 从一开始很多东西 但是这种喜气 可以带我走向解脱 有的喜气可以让你堕落轮回 知道吧 保持好的喜气 继续往上走啊 是吧 有些喜气可以 可以让你升华 没关系 有喜气也不 但是你要知道 有些东西 你真的有那么伟大吗 你真的在做什么 是吧 绝照到自己就行了 到破了我像人像的时候 你说我为了我 也没问题 我没我像人像 你说你就是为你自己的 我说是 你就是我 你没无我像无人像 所以没有实际 你说我是自私的 对啊 我就是自私的 释迦摩尼伯 谁下来 他说天上地上为我独自 难道那不是我妈吗 人家说那叫佛妈 佛妈跟我妈有啥区别 我不是佛妈 佛不是我妈 是吧 无相的境界里面 才能说这句话 你在无名之中的时候 说啥也错 你要是觉醒了 说啥也我认 都对 你爱说啥说啥 是吧 你说你是习气 我也认 你说你是死命 我也认 你说你是 我是为了众生修行 我也认 是吧 没问题啊 但你已经醒来了 你爱说啥说啥 是吧 你已经出了轮回 万法不影响 是吧 而每一个众生 而每一个人力 都能够达成这种境界 是吧 最起码今年一年 2019年 现在正月啊 到12月底的时候 吸气改了多少啊 你能快乐的 你这后半年很快乐吗 你的休息日子很快乐吗 静坐打坐 除了腿不疼 能不能把呼吸瞧远 那么但是吸气改了 你会很快乐 会清安的 最起码也能达到这个 然后对空性的了知更圆满 是吧 色库博尔讲得更透啊 随口就能说出色库博尔的境界 最起码这是通过天文 就算肢解你也能说出来 知道吧 最起码这一年 能达到这个 继续往下走 我相信你们都能的 凭你们的聪明 就是 说智慧咱们觉得 下得太远了 我们就靠我们目前 这些小聪明的 没问题 凭我们在红尘里边的聪明 才这就可以 是吧 感谢 修禅定 达到清安 然后呢 生活 休息生活越来越快了 一天比一天快了 习气少就快了 就这样 是吧 等你明日到年底 改了习气了 有正量了 你再去教育你孩子 是吧 你怎么教育怎么想 而且你不会有累 你一切字告诉他 你也不累 拿出一年的 这就叫方向 就是拿一年来做这件事 2019年 我算过了 改洗气 最快 是吧 是吧 天时地利人和 是吧 所以今年要改洗气了 修六度外形 都是为了放下洗气 是吧 你修菩萨 是去贪乱的 佛菩萨真的不是喜欢你的香蕉苹果 就是为你供养上香 佛菩萨是为了你去贪乱 是提供敬些什么 你贪圈之麦也改改 就是 憎恨啊 动机啊 贪乱啊 各种习气啊 这种我脉啊 什么 各种直接觉得你说的都对 人家别人都不对 知道吧 停下来 把这些一提心动也停 一提心动也停 不带着情绪说话 就算冷冰冰也不带着情绪 心里不柔和就不柔和吧 没慈悲就没慈悲咱不怕啊 咱也不知道慈悲是啥啊 最起码 但是有一天你不知道慈悲的 也不知道冷冰冰叫啥 知道吧 不要有对立的任何之间 没关系 而且最重要是 相信自己 我可以的啊 只能问你 要鼓励大家 真的可以的 告诉自己可以的 因为目标也不大 又不是说一年要重复 是吧 不就改点洗小毛病吗 但是洗漆饭了也不要哭啊 洗漆饭了啊 我又哭 我又饭了 饭就饭了 第二节改了 那肯定就回了 饭了这件事也忘了 继续无奈修法 饭了就饭了 但是要下决心 哦 就是修行生活愉快吧 否则大家会很麻烦的啊 大家越修越累 越修越累 嗯 还有放下万缘 一切万缘放下 修行上座的时候万缘放下 不舍慈悲 因为众生就是佛 不能舍慈悲 因为空就是色 到最后空就是一切 空性就是一切 你现在放下空是色即是空 你是修前 空就是一切的时候 你怎么能不慈悲呢 不舍慈悲 所以虽然大家不知道慈悲是什么 是吧 但是先就这么记着 是吧 因为你做事的时候你知道的 因为你在不同程度 有不同程度的慈悲的表现 是吧 否则我们 你就不吃为菩萨 是吧 就是 成个无其无益的人了 有带着喜气 带着欲望 无其无益 你会沉默的 是吧 很容易沉默的 不一定 因为你们歌气太好了 所以 所以啊 2019年就是 第一做一个没有习气的 清净的菩萨 第二 改习气 修禅定 清知见 就这么简单 不管学什么法门最后 确实回到无分别的中道 什么法门最后都要回到这个 你改了习气很容易入定的 然后 修行生活会越来越愉快 你记着 这个世界很公平 没有人欠你的 没有人能伤害你 就是你的习气在制造地狱幻境 所有的习气都在制造地狱 地狱 否则我们病也看花 我们的病也 为什么看见了地狱幻境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大堆习气毛病 你那个习气就不停在这个世界 在你的空性里面制造地狱 是吧 地狱是因为你习气产生的 否则你是得了什么病了 病也看花 习气得病 习气是怎么产生的 世界潮了忘之忘结忘了老 就是你的忘之忘结忘绝 虽然是虚妄的 但是世界潮不断地串洗 串洗成了习惯 所以随心所欲很快乐 是形成了习惯 就像你用右手吃饭 你的右手吃饭吃筷子 你就觉得很顺 左手你就不顺 因为不习惯 习惯的你就很快乐 不习惯的你就觉得压抑 给双手吃筷子 但是刚开始有点不 但是一百天还不行 两百天还不行 肯定行的嘛 改习气比你用左手吃筷子还容易 看不见的做不到 大家习气明明的一大堆 看得清清楚楚的 是吧 但是有个最高之间 习气也虚妄 一定不要坐 一定不要坐在那儿说 哎呀老师 我今天晚上回家坐在坐垫上 一看我习气好多 我好像臭婆婆忘了 第二句 记住习气是死老虎 所有的习气都是虚妄的 是你忘之忘戒以后 忘之忘戒忘戒 你本来是佛嘛 无名忘懂 忘之忘戒忘决以后 时间久了就变成习气了 知道吧 所以习气跟你忘之忘戒 在连着的虚妄的 改习气 忘戒就会慢慢慢慢停下来 然后你就是佛 就坐在这儿 然后你就自在了 你就不怕儿子是什么样子 管他是什么样子 是吧 那就叫自在啊 儿子是什么 虽然你没有神通法律 但是儿子是什么不重要 女儿是什么不重要 是吧 你会帮他 他要是没能力 或者什么 你会帮助他 你会给他解决很多问题 帮他解决 或者跟他聊天 指引他走向越来越好 但不影响你的快乐 是吧 他好吧 我不影响你 否则我们逃避不了 我会帮你 就坐在哪里 我会把那个 走去 我会把这种 往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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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